当连续17轮不败的国安重返戏日主场风体,面对连续5轮不胜的人和,外界普遍认为对于国安一场轻松的胜利脱手可得。 然而当90分钟的比赛结束后,0比3的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,比赛中人和主帅路易斯加西亚两个赌博式的变招,成为了比赛的胜负手。 周中和主场赋予长春亚太的比赛中,人和先后措施单刀,击中门柱,势力有时运不济的成分,同时也集中暴露了过去几场中的问题。 因为连续主场作战,路易斯加西亚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,将王刚重新安排到边前卫的位置,由尼扎木丁打右后卫。 事实证明,这是人和在过去两场的一大败比,和亚太的比赛中尼扎木丁的右边路被亚太打爆,上半场两个进球都是通过这边取得的。 此外,由于曹永静参加亚运会,U23的出场机会由向汉天取代,尽管向汉天在边路速度较快,但他的出球能力,和在前场的威胁远不如曹永静和亚太的比赛。 由于珠宝杰云修,人和前场突击和出球能力下降,穆侃乔不得不频频回撤拿球,组织进攻,虽然封线黑风双杀同时出场,但通过边路进攻后,更多时候只有迪奥普一个包抄点。 与亚太的比赛中,尼扎木丁是倒红牌停赛,王刚重新回到右后位顺利成章,但在中卫的位置上,刘剑追加停赛,罗欣累计黄牌停赛,汪强养伤,人和已经到了几乎无人可用的地步。 与国安的比赛中,路易斯加西亚没有用经验更丰富的刘洋和万后良搭档中卫,而是派上21岁的小将刘伯洋。 刘伯洋曾在国庆队时担任中后卫,但本赛季第二轮和全剑的比赛中,完成中超首次首发,踢的是右后卫,此后几次替补出场,一直都是在边后卫的位置上。 人和本场的另一个变化是,没有让后邀奥古斯托出场,而是派上了马西卡。 奥古斯托在人和本赛季的防守体系中不可或缺,但路易斯加西亚打破常规,他深知国安的攻击力,单纯通过防守很难防住国安,将三名外援全部放在前场放手一搏,也许才能有生机。 由于刘伯洋作为U23球员出场,让珠宝洁有机会重回首发,在三名外援身后多了一个出球能力有保证的点,他的高质量突击和输送,让木坎桥可以更多地将精力,投入到对球门的攻击中。 路易斯的这两招变化是对此前几场比赛暴露问题的修正,同时也是对国安有针对性的研究。 马西卡一人几乎小的国安后卫翻江倒海,类似小摩托、费尔南多、阿奇姆彭这类速度型的外援,往往将国安后防速度上的短板无限放大,是国安最初的类型。 在Who'sport赛后给出的评分中,马西卡得到全场最高的8.5分,珠宝洁得到国内球员最高的8.1分,年轻的小将刘柏扬,拿到了后防最高的7.3分,路易斯加西亚的赌博收到了奇效,本场比赛国安,擅长的传控完全打不出来。 更多的是奥古斯托直长传找巴坎布,效果非常不理想。 这种别扭的踢法,好似重回了扎其罗尼时代的国安,让国安无法从容传控。 除了封体场地条件的不佳以外,人和在防守战术上的限制也是成功的。 人和在防守中没有像国安一样采取高位逼抢,而是在国安球过半场之后, 马西卡和穆坎桥都深度回收参与防守,加上珠宝杰、陈杰、石亮等几人,合力形成对空间的压迫,将奥古斯托和比埃拉网边陆驱赶,同时割裂国安前场几人之间的联系。 整场比赛,人和的防守战术,都执行得非常出色。 在比赛已经临近尾声时,人和获得脚球,国安只有巴坎布一人留在前场,万后梁和刘伯阳两人依旧对其寸步不离。 单脚球拔出,国安断球后转换进攻,在巴坎布启动前,身边已经迅速围上了四名人和防守球员。 这是人和整场成功的执行防守战术的一个缩影。 46岁的路易斯加西亚在西甲执教时,就被打上墙对克星的烙印。 08年,他结果吸引莱万特的教编,用了两个赛带队重返西甲,10-11赛季,重返西甲的首个赛季,莱万特成功保级。 那个赛季来万特主场战胜马径,逼平黄马和巴萨,11-12赛季路易斯加西亚接手赫塔菲,将投一个赛季惊险保级的球队带到西甲中游。 那个赛季,赫塔菲在主场3-1击败马伦西亚,5-1狂胜塞,威利亚,3-2险胜马径,1-0击败巴萨,让主场球迷为之崩狂。 随后的一个赛季,赫塔菲在西甲和国王杯主场两次逼平马径,联赛中还在主场2-1先翻黄马,本赛季人合作为升班马,已经在主场先后击败了恒大和国安。 国安的17场联赛,不败在德比大战中,戛然而止,其中又连续作战疲劳的原因,也有球员伤病的因素。 但任何一支将目标定内亚冠席位,尤其是对冠军保有竞争力的球队,要想实现目标,都会爬几层皮,疲劳关,伤病关,都是登顶路上的拦路虎。 国安09年夺挂时,赛季出主力编后为杨蒲便遭遇长时间伤停,一个曾经的联赛最佳外援,长期不在最佳状态,一个外援几乎是水货,联赛冲刺阶段。 大哥,又遭遇停赛,球队中期一度还出现降帅失和,但最终一道道难关全都挺了过来,才成就了队室守冠。 对于国安来说,一场势力并非不能接受,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灾难,尤其联赛还有三分之一,发现问题,解决问题,出现错误,修正错误,放平心态,及时调整,今年国安在战绩上,仍然值得期待。 感谢观看